哈囉我是雀屏 上個禮拜六日我沒有出影片 對不對呢是因為我去了一趟台中 去了紙膠袋的市集 買罷了 Oh My God 後面還有文博會耶 要秀喔 我就這樣一口氣帶了四十幾卷回來 那邊真的超好逛了呢 我有二十五個攤位餐宅 我買了十一個攤位 要秀 還好沒有被我媽媽搜查包包啊 我就一個一個放在那個紙袋裡面 然後包在最後的大包包裡面 趕快就一回家衝衝衝衝衝衝到房間 把他們塞好 這樣子媽媽就被發現了 然後在趁著那個行李箱要打包的時候 再把這整袋放進去 他們就沒有看到了 Yes 平安的把他運回來台北了 這幾位花筆以往更長的時間 慢慢的介紹這十一個作者的東西 如果你對這些東西很有興趣的 你可以在四月二十一號到二十六號的文博會期間 來看看這些設計師 順便把你喜歡的想要的一起帶回家啦 當然文博會當天不是只有紙膠帶而已 他還有貼紙印章 各種的文具用品筆記本等等的 很好逛真的會更值得你期待 今天這個算是先試試 什麼 牛刀小事 是不是 我不知道怎麼用形容 前菜 前菜 這個字是前菜的部分 到文博會的時候 我看看能不能夠拍一個現場版的 再一攤一攤跟大家做介紹 好 我就先從我只有買一卷的到買爆多卷的一路這樣介紹 過去好了 這一次慢書沙華我只買了 鬧情緒 全部都是跟情緒有關的英文單字 對我來說 慢書沙華這個牌子 他的特色就是充滿了各種的文字敘述 主要是以日文為主啦 偶爾會有這樣子的背景類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日文 這個新品 彼岸花開 天地人捲 這個都很漂亮喔 還有中間這個雪地 還有這一隻北極熊也都是他的作品 楊君這次我只買了這兩個 對我來說楊君他的特色就是 就是這種 不知道怎麼說耶 有很多的幾何圖形加葉子組成的作品 就是他的東西 群青和食果絮 都是有花花草草跟幾何圖形構成的 這兩個都很不錯 那他這次出的腳本呢 據說有兩種版本 可是我那時候去市集啊 人實在是太多了 我就 然後趕快拿一拿就趕快跑了 殊不知我拿到了描圖紙版本 這整個是描圖紙啊 他不是紙膠帶耶 他是描圖紙 其實 曼蘇沙華也有出類似這樣子的描圖紙啊 你可以隨便找一邊撕下來之後就直接貼了 另外一種做法就是揉一揉 做出皺褶感 像這張就是曼蘇沙華的描圖紙作品 如果你沒有揉他整張的感覺就這樣 揉過了 再再拍一下痘痘印台 就會有力竟蒼蒼的FU 好兩個比較一下 是不是 這個的效果就還不錯 很立體 如果你有買這次陽君的苗圖紙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呈現 自己印的主廠我只有買這三卷而已 這卷是被網友燒到的 我看人家的書籤分享 哇那個小卡多了這個東西 超棒的 自己印的膠卷啊 我也是猶豫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收 我這次終於把它收起來了 一瓶青匠納摩蘭紙 這個名字打動我了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有趣 不是因為他裡面的圖 我完全沒有看到他裡面的圖 我就看到納摩蘭紙 好到底是什麼 蘭蘭紙紙的東西 原來是牽牛花 原來是牽牛花的 所以就買了 這個是米蟲丸 也是我這一次新接觸的設計師 我之前沒有買過他的作品 也是下週拼貼旅團的主要主打星 這個是新品野莓 一看就知道是好用的小東西啊 很好用啊 有花花草草就贏了 我熱意收這麼多的花草了 所以沒有收這個花草 超奇怪的 全賣了全賣了 這卷是花草 是不是很可愛 你看他的這個花和小昌蘭的花 這兩個完全可以互搭 我們可以把小狐狸藏在這個小小的落葉枯葉裡面 把它隱藏起來 我覺得還不錯 小行星B610是我這次特地去朝聖的攤位 這個斑蘭特別版 真的很長啊 他一個循環夭壯的 到這裡耶 到這裡耶 有夠長的啦 他這個已經200公分有了吧 這一卷方年就不是用這種膠卷的形式 而是 這算什麼 拍立得嗎 拍立得的形式 淼淼這一卷我就比較不懂了 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 打光的時候就會有顏色的那個鬼東西 我不知道是什麼耶 他有應該有個專有名詞 我不確定 反正那個東西我在科博館有看過 就只有在科博館有看過 然後這卷嬉細啊 這個購買的理由完全不明耶 就是我已經排隊排到結帳區的時候 我才發現我手上多拿了這一隻 呵呵呵呵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好吧 都拿了 我就一起結帳吧 講到樂意設計啊 哇 我真的不得不跟大家大列的推坑啊 他們家最著名的就是花朵系列 我之前已經有額外開一集 特別介紹他們家的紙膠袋了 真的很萬用 只要有出花花草草的我必買 這一次的紙膠袋四集 出的這個蝴蝶 是盒子版本 你要在文博會才可以買得到PET的版本 我現在好期待PET的版本哦 因為盒子貼在我們的本子上面 它都會變得很 怎麼講 反正蓋過去就會看得到它底下的東西啦 PET的比較顯色 我比較喜歡PET的版本 它的這一次的蝴蝶很讚 你看你看 My dear 高水啊 好可愛哦 我喜歡這一張 我超喜歡這張的 很可愛啊 可愛的小鹿 成年往事 這個成年往事旅人系列二 是我參加小玄的婚禮送給我的婚禮小物 非常多滴滴口口的小東西 那它這一次在市集新發售的女子特輯 就是把它之前40個女子通通坐在裡面 這卷真的很不得了啊 好多阿妹啊 我覺得我根本就用不完 一定要跟人家分一下了 殊不知 我認識的 每個人都買這卷了 我是要跟誰分啊 大家都有買 天啊 這個要用很久耶 如果每一頁 每一頁我都只有貼一個阿妹亞的狀況 我這個貼365天都貼不完 真的超多的啦 台南的食物 我很少去台南 雖然大家都說台南的東西很甜 但我只有去過一次而已 是去那個台南孔廟門口吃日本料理 還有鱔魚意麵 我對台南的印象只有這兩個 還有台南好熱 沒有了 還有還有 對台南印象還有一個 圓環有夠多 你不管怎麼騎摩托車 不管到哪 就是一個圓環 莫名其妙 要這麼多圓環幹嘛 這是我對於台南的印象 有沒有人會畫惠台中 台中的話 要出現中部中啊 慶祭啊 水餃啊 有什麼 古關的空氣 那台北呢 台北可以畫什麼 我想想看哦 台北的話 台北一定會有101嘛 還有 木柵 木柵動物園 貓空纜車 還有什麼很巨像的 啊 台北還有一個很著名的 有一個 一大堆摩托車會下來的那個位置 我不知道那個那個是什麼橋 茄子先生我也有買哦 我這次買了四個跟一個印章 但我今天忘記帶印章過來了 印章在家裡 這一攤的隔壁是小行星 這次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某一些事件的緣故 導致茄子先生的攤位人好少哦 對 然後 小行星那一排啊 排隊排的超誇張的 我想說茄子先生應該是熱門到不行 會很難排 就要排隊要排很久了 有這次 哦 很快 都不用等 你們扣了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我就 很簡單的挑四個我喜歡的就走了 這是他的書報庭 其實已經出一陣子了 可是我一直沒有機會買他 我這次就趕快添購一下 茄子先生這次出了焦慮症啊 嗯 有一些人覺得不好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的名稱的關係 是焦慮症 他就跟慢說沙華的鬧情緒一樣啊 都充滿了各種情緒字眼 我是覺得這兩卷應該可以混搭啦 焦慮加鬧情緒 很讚啊 完全可以形容我們最近生活狀態 非常非常多 值得謾罵的東西 可以拿來貼旁邊 還不錯不錯 這兩卷我就懶得拆了 看一下圖鑑本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莫大一致 這個攤位真的很誇張 我們要進去只交代市集之前 在門口已經要排隊一次了 然而這一個攤位居然有他們自製的號碼排 你沒有拿到他們的號碼排還不可以排隊哦 你一定要在他指定的兩層即時才可以去購買他的東西 真的很誇張 我那時候是排12點40分才可以去購買他這個新版的點贊 方形的 之前都是圓圈圈 那這是新出方形款 這次沒有買到的同學們就很辛苦啦 因為他文博會好像不會去擺攤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方形 他之前的點贊呢 有出這種各種顏色的 紅色藍藍電子 還有珍珠奶茶色 我都一起帶了 因為實在是太好用了 登登 1月2號 22號 26號 2月2號 這樣我都一直用他 一直用他 怎麼用都用不完啊 因為每次都只會拿一小小撮 一小小撮就很夠用了 喵大這一攤位完全不是在我預期範圍內的 我純粹是無腦 覺得他們家怎麼這麼多人排隊啊 不排一下好像不行 我就去高官買了六卷 這個完全不是在我的預期範圍內的 他們家的東西我原本想說要留到文博會再去買的 可是我就是現場看到那個排隊的人口已經繞S型了啊 我現在如果沒有去買會不會文博會到時不是S的是好幾個S 那個排一兩個小時才可以排得到我的話啦啦不行 我一定要趁台中的自己印這個小規模 比較不會擠太久趕快去買一波 哪一個是新東西好像這個是新東西吧 漂亮的 標籤 這一次市集雜錢雜最多 就是大遲到的仙女丸 他們在10點半開始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他現實動態寫說他們還塞在國道3號上面 哇 那個感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耶 就是讓好多人都會走過去看一些 嗯他到底什麼時候會來呢 直到他 他終於哇 鋪好開張上市之後 哇 門口排到不行啊 門庭落市到不行 我就覺得啊不行不行 一定要趁那個人最少的時候趕快去買一下 不然後面就越擠越多人了 真的 所有人都在等待他 真的壓軸啊 所以這算是另外一種的飢餓行銷 如果你是很趕著要在中午12點前逛來逛就要離開的人 那你就會等不到他了 那因為他的花之前都被靠北說啊 怎麼都畫那麼小很難剪 尤其是他的枝丘系列 每一個都這麼細啦 真的很難剪啊 所以他這一次的花枝卷12 每一個花瓣都非常的大片 好都把你拆開來了 一半一半 那也比較好搭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是這次出的 我想看 好這次的這次好 那這次新出還有這個標籤4 就是非常粉粉的粉彩感 再搭上這個花枝卷一樣的花 好 很棒 兩個可以混啦 泡泡裡的世界4 他這次的泡泡4 真的要太大片了啦 我直接拿硬幣來做展示 他的圈圈裡啊 差不多跟一塊錢一樣大 還蠻穩和的 可以遮住的大小 一塊錢 然後他的泡泡4 這個 這個很大耶 比這個普通的圓標還要大 就知道他真的很誇張 這怎麼貼啊 我這次看拼貼旅團 這次團員們都很會發揮 超強的 這麼大格還有人可以把它弄成披薩 我有看到人分享 把每一個都把它拆開來 拆開來之後再重新補 補充一圈 顏色就很豐富 很棒 他的花枝卷特別版啊 差不多大小在10塊到5塊之間吧 我直接拿上來給大家比 5塊差不多 10塊可以完全遮住 你就知道這個是比例池了 這圈還不錯 花枝卷特別版 我還蠻喜歡他這個水晶墨的 他上面啊 會有這樣亮亮突出來的效果 這個我很喜歡這種BlingBling的感覺 雖然有一些人在拍手帳的時候 超討厭這種反光 但是我就是喜歡拿起來的時候 這樣子看啊 哇 這樣子亮亮 哇 我就很喜歡啊 我超喜歡的 那麼拼貼旅團到底是什麼鬼呢 他是一個新成立的邪教組織 每一週都會挑選一個設計師的東西 然後專門攻打他 有點像共識性的概念啊 就是這一週所有的人一起講好 然後一起貼這個設計師的作品 拼貼旅團就是這樣 你貼什麼我就跟你貼什麼 好 推坑所有的人 他的東西不錯 下一次文博會的時候可以購入 啊 對對 仙女丸好像跟末代志都不會參加文博會一樣 所以你要買仙女丸的東西 可能要去拼扣魚或者是蝦皮找找的哦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集啦 喜歡這一集的介紹啊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一定要幫我點個喜歡哦 然後剩下的這一些 只交代的拼貼展示 會放在我的IG 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講 不然 NO 你都覺得我好像買了一大堆都沒有在用 對不對 每次都這樣子 酸民都跟我媽一樣 我都把你們視為我的媽媽 每一個人都會問我 你買完之後你到底會怎麼樣使用 是不是通通都拿去丟掉了 我放到抽屜就消失不見了 你以為我都會有很好的使用好不好 可以看一下我的IG啦 就是這樣子 那我在這邊也會開放五個名額 跟大家做紙交代的交換 我避免包裹群聚感染 然後我要降低我的感染風險率 像是我這個禮拜 我就已經跟五個好朋友 一起做這個紙交代的交換了 這個交換呢 我想說就留在IG吧 有興趣的人再去看看啦 那就這樣子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將捏